在邊界的時候 太多的暗示發生在這裡 我告訴你們 你們在比賽的時候 千萬不要做描籃晃人切入的動作 原因在於在這邊這個位置的時候 你們會是描籃踩逼走步對方的球 每次都是這個樣子 包含 描籃踩線 描籃往後踩 因為你們要加速 你們身體的力學優勢 描籃這樣子才會有速度 你不會是描籃這樣子 這樣很慢 之前講過了 那不要在邊線的時候使用 記得不要在邊線的時候 一切到球就急著描籃切入 因為你的後腳一定會往後加 一定會往後踩 除非呢 你是做雙腳踮步 雙腳踮步 描籃可以走左側 但通常我看到的狀況你們都會是 因為我們右撇子喜歡拿右腳來當 可以移動的腳 所以就是描籃踩 就踩線了 好嗎 所以要記得 你們如果在兩翼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你的腳不要向後踩 你的腳如果向後蹬的時候 就很容易產生失誤 可以嗎